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was in your arms You're holding me so tight It felt so nice Hello大家好 我是Ada 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边书画边化妆的一个视频 画的呢就是我脸上现在的这个妆 也是上上之果或唇又试色的那只视频里画的妆 因为我看好多人都说想看一下这个妆的教程 所以我就重新录了一遍化妆的过程 那如果你在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往下看吧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嘛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已经擦过防晒了 所以我今天就跳过防晒和妆前的步骤 直接来上粉底 还是万年老梗Urban Decay 我最近粉底用量都比较少 因为我最近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你看到了吗 我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痘痘 就用海绵蛋拍开 其实今天我的春寨就已经结束了 那间已经星期一了 但是我因为星期二没有课嘛 所以我觉得想在亚太太多待两天 我就把星期一的课给撬了 但是撬克还是不好的 不提倡大家撬克 然后是遮瑕 遮瑕我用的Fenty Beauty的这一款 但是它有一点点干嘛 所以现在手上还剩一点粉底 我就会和粉底稍微混合一下 就在手上这样把它混合好 把它拍在内勾黑眼圈 比翼这些地方 就我觉得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 都还是在春假的状态中 但今天早上我起床 刷牙的时候 突然收到老师的email 什么welcome back之类的 就想 春假已经结束了吗 然后今年本来打算是 等等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看到了吗 他们两个在无限接近 这是飞机吗 然后遮瑕就遮好了 然后因为我最近皮肤很干嘛 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不定妆了 用眉术感眉毛梳理一下 哦对我想起来了 我刚才说回国的事呢 稍微画一个有一点点弧度 然后眉峰明显一点的眉心 就我本来打算今年是8月份左右的时候回国嘛 但不是因为我要考研嘛 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回去上一下G21的课好了 所以现在就想说6月初 这样的话我就能在国内待个两三个月吧 可是我也很慌 因为我每次一回国之后 录视频这方面 我就会进入到一个懒惰模式 因为我在成都住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房子 你知道老房子 它的窗户会贴那种绿色的膜吗 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在家里 我有得去外面的工作室 或者是去租一个那种Airbnb 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很懒 因为还要收拾东西 搬那些道具啊之类的 你们看我去年没有断根 是因为去年我姐跟我住一块呢 所以我每次出去录像的时候 她都会陪我 但是今年她又说她可能要去北京 所以我觉得很烦 我想着要不买点打光灯 然后在家里录好了 这样我就不用收拾东西 然后还要搬行李搬上搬下的 去年暑假你们记得扶摇的那个妆吗 那个妆就是我去外面的那个 古风工作室里面录的 而且当时那种工作室里面 它没有白一光灯 它只有那种暖光灯 所以当时打光的那个灯 还是我去淘宝上租的 租了一天花了我几百块钱 然后先来修容 CAMEL 矿的小绒粉 蘸一下 抖掉鱼粉 修一下山根 鼻梁 还有眼窝的位置 去年回去了一个月左右嘛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囤货 还有什么Vlog之类的 也没有太怎么刻意去外面录 就好像去录了两支 一个是扶摇的那个视频 一个是花仙子那个视频 但是如果今年我要回去两三个月的话 我觉得光苏灯都蛮我做破产的吧 然后是面部修容 就是下颗骨这个位置 像脸颊内侧 晕开 然后还有用鱼粉带一带颧骨 眼影的话其实说挺简单的 它那个妆的重点就是在眼线上嘛 所以我们就先用一个哑光的棕色 我用到的是这个颜色 给上下眼皮打底 就是要把整个眼窝的位置都勾出来 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亮片 然后是散眼颈 可以把卧蚕也顺便这样勾出来 这样打完底之后我们就可以先来画眼线 就先画内眼线 你这眼线不用完了 拧不出来了 跟大家一起见证了一个空瓶的诞生 那么就直接用眼线液来画吧 我这样靠近一点离镜子稍微近一点 不然我觉得我会看不清楚 先沿着睫毛根部 然后填补一下睫毛根部之间的空隙 因为我的眼型本来就是比较上调的嘛 所以画这种上调型眼线的诀窍 就是先把眼尾的这个地方向下拉 拉出来一点点 然后再这样往上调 往回勾呢不是直接这样往回勾 我觉得会不太好画 沿着双眼皮折皱 跟刚刚的眼尾连接起来 可以稍微把眼尾的这些线条加粗一点 我这个眼线液别也快没水了 眼线部分大概呢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不是空出来的一点嘛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看的 但是在上个视频里呢 我稍微用一个黑色的眼线 就是最下面的这一个 填充了一下它这个眼尾 这样往里面带 但是就这样的话 大家有没有觉得眼睛特别的上调 感觉上会没有那么好看 也会显得中挺比较长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再加深一下 下眼尾的后半段 我帮我上个视频选的是这个颜色 还是这个颜色了 加深的时候呢是前窄后宽 像一个三角形一样 这样才能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调 最后这一步呢是可选可不选的 就是在卧残的前半段 稍微打亮一下 我那支视频里用的是 Stila的这个液体眼影 就点一点点就好了 用手去拍拍 就是这样 卧残看起来就会 bling bling的 最后夹一下睫毛 三红的话就选一个颜色比较自然的 然后薄薄的上一层就好了 然后高光我也想要bling bling的 我的fentybeauty居然碎了 为什么 它还粘在这个镜子上拔不下来了 哎呀妈呀 重新压一下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也太脆弱了吧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 没有摔它也 然后就扫在裙骨的这个地方 用手指把它给抹开 这块高光真的是直男斩 我觉得男生就很喜欢女生脸上 那种bling bling的感觉 我真的是每一次涂的时候 鱼哥都会说 你脸上亮亮的 好口红的部分呢 我就用那天封面上的这个脏橘色 那个试色我感觉大家还挺喜欢的 尤其是开头 不忘我剪了这么久 而且这一整套成了试了之后 我都很喜欢 跟我最开始用的那些过分 我觉得真的是有在进步的感觉 好这个就是那天化的那个妆 哦我不想卷头发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妆要搭配卷发才好看 忘记带橡皮筋了嘛 所以我上次卷头发就卷得很乱糟糟的感觉 有一些卷到了 有一些没卷到 我还是去卷一下吧 我勤劳的美妆博主 这个人舍不能塌 好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然后转发这条微博 必须让大家记得一键分帘 我们下支视频见啦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